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在很多老年人的心目中,养儿防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自己辛辛苦苦地将儿女们抚养长大,若是儿女们不孝顺自己,不给自己养老,那是要受到道德舆论谴责的。 可事实上,在当今社会,老年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,想让儿女们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养老,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。 73岁的杨女士说,当她渐渐步入晚年,才发现原来儿女亲情也是那样的现实,指望儿女们给自己养老简直太难了。 杨女士说,我今年73岁,生了一儿一女,儿子在事业单位上班,工作稳定,收入也相当不错。 女儿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财务人员,每个月都能拿到六七千块的工资。 我有三室两厅的大房子,还有四千块钱的退休金,这些钱足够我一个人的花销。 自从半年前老伴因病去世之后,我就过着独居的生活。 我每天给自己做三顿饭,定时定点地去公园锻炼身体,生活过得又充实又健康。 现如今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再也没办法照顾好自己。 我总是感到浑身无力,就连做饭也没办法独立完成。 我也没经历去公园里锻炼身体,就连去楼下的小区里转转都感到特别吃力。 这样的身体状况,我认为自己再也不适合过独居的生活,于是就打算去儿女的家里养老。 我原本以为当儿女们得知我打算去他们家里养老之后,会热情地欢迎我,可是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半。 当我给儿子打电话说出我的诉求的时候,他捏诺着告诉我,他家里没有房间给我住。 我很讶异,就问他,他家不是有三间房吗? 为什么没有我的房间住呢? 儿子说,儿媳妇早就说了,打算将其中的一间房改造成衣帽间,家里的杂物太多,非常影响整体的美观,最近工作太忙,所以没顾得上这件事情。 等过段时间,他们就会着手改造,衣帽间。 儿子的话我不知道真假,我只知道。 儿子的家我是住不成了,既然儿子家里住不成,我就给女儿打电话,说出我想去他家里养老的想法。 女儿说出来的话,瞬间给我噎了个半死,他说他和女婿的工作都那么忙,哪里有时间照顾我。 他让我去儿子家住,说儿子和儿媳妇都在事业单位做着朝九晚五的工作,哪里像他和女婿动不动就要加班。 女儿也不接受我,让我感到特别失望。 回想起当年,我为了一双儿女可谓是付出了自己的全部,如今他们却这样对待我,让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全部付诸东流。 当年为了给儿子买房,我和老伴将所有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,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的钱,才将房款凑齐。 孙子出生之后,即使我们欠了一身的债务,仍然抱揽了孙子所有的费用。 为了还债,我和老伴退休之后一天都没有休息,双双找到了打工的工作,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干着,直到将债务全部还清,才将工作给辞掉。 女儿生孩子那年,她的婆婆得了癌症,没有人帮她带孩子,女儿在家里急得直哭,她的产假只有三个月,如果不能按时到岗,工作就没了。 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,我毅然决然地搬到了女儿的家里,帮小两口带孩子。 在三年当中,除了逢年过节我回家和老伴团聚之外,平日里我很少回家,虽然一个人既要带孩子,还要干所有的家务,每天都很累。 我仍然,毫无怨言地干着,女儿是我亲生的,即使我累出了妖鸡老损的毛病,我也心甘情愿。 在女儿家住着的日子,我呢,从没下过厨的老伴为了填饱肚子,天天都用泡面充鸡,偶尔才去外面的小餐馆里点上两个菜,打打牙记,常年累月地过着鸡一餐饱一顿的日子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饮食不节制的原因,三年之后,当我终于将外孙带大回家和老伴团聚的时候,却在一次体检当中发现他患上了胃癌。 老伴儿不舍得花钱治病,每次要给他上好一些的自费药,他都会大发脾气,说自己的病根本治不好,还不如将治病的钱省下来,以后留给一双儿女。 由于老伴儿不配合治疗,导致他很快,他就离开了人世。 老伴儿去世之后,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,久久无法自拔。 那时候,我们的一双儿女可真是贴心,他们为了让我开心起来,经常给我买好吃的送到我家里。 节日的时候,带着我去商场给我买新衣和新鞋,让我感受节日的气氛。 儿子和女儿都纷纷邀请我去他们家里住,说我和他们住在一起,就不会总是想到老伴儿就能够从悲伤的情绪中解脱出来。 我担心自己的悲伤给儿女的家庭带去不好的负能量,所以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,不愿意给他们增添麻烦。 现如今,当我老得需要人照顾的时候,我的一双儿女他们却无情地将我拒之门外,让我深深地意识到,原来他们以前对我好,皆因为那时候的我上有一些利用价值。 那时候的我住在儿女们家里,可以帮他们很多,我有退休金,可以帮他们出生活费,我有一把紫利器可以帮他们包揽所有的家务。 正因为如此,他们才会把我当作香啵啵一样,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们同住。 而现在,当儿女们发现我已经老得再也帮不上他们,还需要他们照顾的时候,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就像是对待婢女一样,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。 以前我总是天真的以为自己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,但我老了肯定会晚年生活幸福,因为我有一双好儿女,他们就是我晚年的依靠。 可是,当我真正到了需要儿女们照顾的年纪,却意外地发现,我的一双儿女没有一个可以依靠。 既然养老指望不了儿女,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。 我思来想去,决定卖掉我的大房子,换一套小房子住着,倒腾出一些差价支付保姆的费用。 我的退休金根本不足以支付保姆的工资,所以我才想到了这个办法。 用卖房的差价付保姆的工资。 儿女们得知,我要卖掉房产,雇保姆照顾自己,连忙跑到我家里,劝说我不要卖房子。 他们让我将房子租出去,住进养老院里。 儿女们说,住在养老院里比雇保姆的费用要节省很多。 我住进养老院就可以把房子租出去,每个月至少能够拿到三千块的租金。 这些钱我也花不完,正好分给他们一人一半,让他们改善一下生活。 儿女们提出的方案我坚决不同意。 我不愿意住在养老院里,因为我早就习惯了独居的生活,不适应过集体的生活。 我不喜欢那么多的人,全都住在一起。 我听说住在养老院里有些老人会被虐待,心里充满了恐惧。 我没听儿女们的话,坚持卖到了自己的大房子,购置了一套小面积的房子。 这一倒腾,就倒腾出将近一百万的差价。 我雇了一位住家保姆,每个月付给她六千块钱的工资。 我算了一下,我换房的差价足够支撑我活到终老。 对于这样的安排,我感到非常的满意,自从我卖掉大房子之后,儿女们就再也没搭理我。 即使我主动给她们打电话,她们也是冷冷的,说不了几句话就说自己很忙,将电话匆匆挂断。 逢年过节的时候,儿女们来了,说几句话就走,就像是应付差事似的,让我很是伤心。 每每回忆起往昔,回想起自己有利用价值的时候,儿女们对我的热情都会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做了一场梦。 如今梦醒了才发现,原来即使是儿女亲情,也是那样的现实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